白饭铺上火鸡肉丝再淋上鸡汁 这家老店国家鸡肉饭 仔细看菜单上价目表 几乎价格都涨了 原本一碗鸡肉饭40元 现在涨到45 幅度高达12.5% 巧的是日前国家鸡肉饭 才因为漏开发票 遭国税局处罚停业7天 有消费者就发现 店家恢复营业 价格也悄悄涨了5块 但店员连忙解释跟发票无关 跟发票没有关系 因为现在物价上涨很厉害 所以我们调整一下也不回过 才5块钱而已 其实外面现在东西都在哪 因为它价格是写在牌子上面的 你如果不能接受 我们就不要进来吃 店员说他来这家店15年 这是第一次涨价 实在是物价涨太凶 比较一下同样是排队民店的 喷水鸡肉饭 一碗鸡肉饭 也是卖45元 再来看看另一家民店 刘里长鸡肉饭 则是外带内用大小价格各不同 内用从25到50元不等 老板凍涨 但也说自己撑得很辛苦 店家强调鸡肉饭是同版美食 观光客在地人各有各爱的口味 只是国家调涨价格的时间太敏感 也难怪消费者会质疑 难道是因为开发票才涨价 三新闻 廖国雄 陈嘉云 嘉义市报道